我们来介绍三角函数的积分,另外一个题型,就是sin跟cos混合在一起,或者是sin跟sin,cos跟cos混在一起的时候,这怎么积分?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念,像遇到像这样的题目,有sin,sin6x,这个两个边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的话呢,直接用其他的公式去做,我们只有一个公式是可以把它混在一起,这叫做什么呢? 来,我们叫做计划核差公式,来,我们看一下计划核差公式,计划核差公式的话呢,我们在前面有证明它就是复角公式的一个变形。 那么我们要看看,这是sin跟cos的合并,这是sin跟sin,这是cos跟cos,各位同学看看,这个里面我们用到的是哪一个? sin跟cos,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一个,来,我把它先记下来,sin的ax,cos的bx,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的话呢,可以把它写成二分之一。 我们的口诀是sin乘以cos等于sin加sin,这边是加起来,前面的话呢是角度的相加,后面是角度的相减。 好,那么我们把这个公式先拿掉。 这怎么做呢? 我们现在的话呢,就直接并在一起,利用上面这个公式,我们的话呢,把它改造成二分之一。 各位同学的话呢,我们再复习一次,这是a,这是b。 那么的话呢,两个加在一起就变成了,是6x加上4x就变成了10x。 再来的话呢,是加上sin乘以cos,我们再提醒同学,是sin加sin。 那这么说的话呢,6减掉4是变成了2x。 好,这个题目的话呢,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题目了。 因为各位同学要知道的话呢,这边的话呢,不论是多少倍的x,这些都可以直接积分。 直接的话呢,直接就可以写答案了。 来,我们就继续写了。 这边等于二分之一,我们照抄。 好,那么各位同学来想一下,谁的微分是sin呢? 那各位同学知道,一定是负的cos。 所以的话呢,我们就写了,负的cos。 这是几呢? 10x,当然答案也是10x。 负的要小心哦,我们的话呢,处理的时候,我们的话呢,把它框起来好了。 这边的话呢,有10,这边前面就要补上一个十分之一。 再加上。 这边的话呢,要注意的是二分之一的话呢,是全部都有。 所以的话呢,这个地方的话呢,要外面还有一个中刮虎哦。 来,我们再看下去。 sine的话呢,2x的积分是负的cos的2x。 好,然后前面还要再补上一个二分之一。 这边是2,这边就是2。 于是我们的话呢,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 那么我整理一下,我们就写出答案来了。 这边是直接写了,我们把这个中刮虎拿掉好了。 变成了负的二十分之一。 然后这边是cos的十x。 这边也是减的。 减的放在前面。 这边是四分之一。 那注意的是,外面有个二分之一。 这边的话呢,是二分之一合并在一起,就四分之一。 cos的2x再加上c。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说,当各位同学遇到的是sine跟cos混在一起的时候, 我们最重要的技巧就是激化核差。 像不是同学遇到的。 感谢观看